温柔自责只顾着谈恋爱 没有照顾好温暖的情绪 才让她又陷入痛苦中 刘瑞觉得好不容易 才是温柔敞开心扉 接受爱情 让她不要因温暖的事 殃及吃鱼 温柔答应了 湛南贤和高仿正在商议合同的事 管替怒气冲冲赶来 证问湛南贤 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王教授的项目上 明明自己的机器人女友 也可以带来收益 言语间都暗暗责怪 湛南贤的不告而别 造成了公司现在被动的局面 湛南贤高仿分析利弊 不支持管替 管替认为两人看不上自己的项目 情绪激动地离开了 高仿坚信商人重力 拟定了几乎零利润的合同 拿给陆总看 信心满满 没有想到陆总更看重公司的商誉 这次钱与官司 输给了袋中损失的商誉太大 他无法保证自己的合作方接受 因而没有同意签订合同 湛南贤高仿并不气馁 与此同时 钱与公司几位高层递交了辞呈 让本舅陷入危机的钱与雪上加霜 湛南贤二话门说 同意了他们的辞职 还给了离职的罪有待遇 管替心又不快 找不到可以聊天的人 丁小黛来了 管替醉醺醺醺地告诉丁小黛 自己受到排挤 再前雨再带下去也没意思了 丁小黛大吃一惊 百般劝阻 管替更不高兴了 管替还把湛南贤坚持 投王教授的项目说了出来 刚好被坐在一旁的潘伟明听到了 温柔对妹妹的不告而别 始终无法释怀 跟刘瑞提分手 刘瑞不同意 温柔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到英国陪温暖 去往机场的路上告诉刘瑞 刘瑞飞奔寻找 联系不上温柔 只能求助于出租车广播 听到广播的温柔感动不已 无奈要离开 司机猜测 刘瑞表白一定是做错事 温柔替他争辩 此时温暖打电话给温柔 告诉他自己在英国过得不错 让他不要牵挂 温暖想一个人静一静 温柔才打消了 去英国照顾温暖的念头 温柔回来找刘瑞 紧紧相拥在一起 短暂的离别让他们的心更近了 湛南贤习惯性地让温暖 把海外合作的资料都找出来 丁小带诧异 湛南贤也愣住了 想起温暖已经离开 他久久无法释怀